宅男被四个美少女当众逼婚 这绝对是他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然而少年却一脸懵逼 不知该如何选择 今天为大家带来 新强威少女第十话 美女发条事迹的应天纯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帮助雪花奇精制造出了身体 现在又被吸取力量 成为他实体化的帮凶 应天纯很少呢 痛恨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真红脱客而出契约 应天纯立马明白过来 如果自己和真红缔结契约 那么就可以为他提供力量 打败雪花奇精 和李耶立马将真红的 薔薇戒指递到了他手里 可是还没等递结契约仪式开始 雪花奇精就用白色藤蔓 打掉了戒指 随后从嘴巴里吐出自己的 薔薇戒指送到了应天纯面前 只要人类亲吻到薔薇戒指 递结契约仪式就算完成了 关键时刻 翠星石斩断了两人之间的联系 与其让应天纯 与这个心思歹毒的换人偶递结契约 还不如与自己的戒指递结契约 这样的话就能夺回苍星石的身体 更何况 应天纯本就是这件事的元凶 是个男人就要负起责任 应天纯被怼得哑口无言 然而水银灯这个毒蛇 却钻出翠星石的痛楚 指责他 抱着死去的前面的身体 死死不放有什么意义 翠星石愤怒不已 明明是水银灯夺走了 苍星石的蔷薇圣母 还好意思在这说风凉话 水银灯却不以为然 提醒应天纯 不要忘记和自己的约定 因为他曾经答应过 要成为水银灯的媒介 看着眼前的四个女人 应天纯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所措 没想到 自己也有这么抢手的时候 不过在一开始 应天纯的心里 就已经有了答案 他要选的人是真红 可还没等说出口 就被雪花奇精掉了起来 其实应天纯的意愿 根本不重要 对于雪花奇精来说 只要能得到应天纯的人 其他都无所谓 看到雪花奇精 准备霸王硬上弓 其他几位也坐不住了 纷纷派出人工精灵 送上自己的薔薇戒指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阴差阳错下 应天纯真的吻到了一枚戒指 而那枚戒指 居然是苍星石的 霸占苍星石身体的雪花奇精 顿时感觉撕心裂肺的疼痛 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苍星石要破体而出 就连霸占苍星石 薔薇圣母的水银灯 也出现了一些反应 震宏很震惊 难道翠星石早就预料到 苍星石的身体和薔薇圣母 会在同一时间出现 翠星石却告诉他 引导所有人来这里的是父亲大人 就在此时 沉闷的钟声再次响起 世界线开始发生变动 在这短暂的时刻 苍星石的身体 终于摆脱掉了雪花奇精 翠星石请求水银灯 归还苍星石的薔薇圣母 如果错过这个时机 苍星石将再也醒不过来了 可水银灯却死活不肯 因为他也有想要守护的人 那就是病中的小慧 无奈之下 翠星石只好将自己的薔薇圣母 植入了苍星石体内 再次醒来的鹰天淳 来到了小鹰天淳所在的空间 小时候的自己 与长大后的自己 终于跨越一切障碍得以相见 可一见面却各种嫌弃对方 相对于大淳来说 小淳就显得比较淡定 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一定要找到 转动发条世界中真正的真红 但是被放逐到这个空间后 小淳逐渐明白 自己必须跟长大后的自己谈谈 当然他最感兴趣的 就是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 大淳却告诉他 非常普通 没什么特别的 而且读的是三流大学 周围的人只知道玩乐 世界上也竟是些无聊的家伙 小淳听到后非常失望 英明那个时候已经努力改变自己 积极融入学校 看到低头不语的小淳 大淳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却把被排挤的原因 都归咎于圈外人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其实划分圈内圈外的境界线 根本就不存在 当英年纯的想法发生改变后 封印他们的屏障也随之破碎 所以束缚他的自始之中都是他自己 而真红和水晶灯 也再次被雪花奇精封印在了水晶世界 而他本人却无法现身 由于身为身体拥有者的苍兴石 与人类缔结了契约 所以让身为寄生者的雪花奇精 失去了落脚之处 导致雪花奇精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以至于在自己的领域中 都无法维持存在 水晶灯很好奇 苍兴石的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 话音刚落 苍兴石就抱着翠星石出现了 由于两人是共同分享两对瞳孔的 极为相近的双子人偶 而且猎成七块的蔷薇圣母中 两人所分到的碎片 也是完美重合的双子碎片 所以翠星石把自己的蔷薇圣母 植入了双子妹妹的体内 使苍兴石活了过来 可苍兴石为了让翠星石能够活过来 希望一切能恢复原样 但现在考虑的是 该如何从这里出去 另一边 大英天纯还在无数扇门中 努力寻找回自己世界的那扇门 可如果就这么回去了 一切或许并不会恢复原状 因为强威少女 对于选了不拧发条的大英天纯来说 本就是不速之客 真红的出现 更是将不拧发条的世界扭曲了 所以真红存在于 那个世界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而这个实现 却在和雪花奇星的战斗中到来了 由于真红的消失 那个被暂停的世界将全部倒退回去 回到真红没有出现的时候 重新开始 也就是说 如果不带着真红一起回去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会被当作从未发生 而复制品真红也将会不复存在 可是又要到哪里寻找真红呢 此时 金丝却发现了大纯手上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连接在雪花奇星身上的线 顺着那根线 大纯终于找到了封印真红的水晶 金丝却一手优雅的旋律 瞬间击破了屏障 大纯终于与真红他们再次相见 虽然苍星石和大纯 缔结其约是一场意外 但是苍星石清楚地记得 大纯的那双温暖的大手 抚摸自己身体的感觉 以及小心翼翼组装的整个过程 苍星石真诚地向大纯表达了感谢 一旁的真红和水影灯当场醋意大发 幸运的是大家终于找到了钥匙 就是上方的时钟 大纯和真红是否能顺利回到 不拧发条的世界 让我们下期继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